因为中央情报局通过精挑细选 把白人男性新教徒这些人给选出来 它的后果不是政治不成全 而是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完蛋 今天的话题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处境说起 美国中央情报局 它最大的特点不是它有多厉害 是这个机构特别难进 那真是难 每年他们收到的申请表 大概好几万份 当中才能挑一个人 那挑来挑去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背景调查 测智商 测身体 测谎 然后最后挑出来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么几个特征 白人 男性 新教徒 祖上大概三代都不是移民 都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呆了好多年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白的跟米饭一样 就这么白 但是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文化的氛围下 这么白的机构是有问题的 为啥 因为政治不正确 就是我们不能欺负那些少数族群 甚至以自己成为少数族群为荣 那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 我估计这张照片大家应该看过 就是美国的一个内衣品牌 出了一个广告 出街这个模特 这个模特叫Jones 29岁 是一个制片人 那为什么这样的形象 他也能成为一个内衣广告模特呢 首先他是黑人 少数吧 第二他胖 少数吧 第三 他是一个变性人 少数吧 在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背景下 中央情报局白成那个鬼样子 他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 有人就告他们 说你这歧视女性啊 歧视黑人啊 歧视者 歧视那 然后反复跟中央情报局打官司 中央情报局也应诉 也败诉 也赔钱 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态度呢 就是叫诚恳认错 坚决不改 那他为什么不改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中央情报局说 我是一情报机关 我是要对国家安全负责的 如果我去趋就这些标准 我不管你的智商高不高 我只是因为你是女性 是黑人 是少数民族 是同性恋 是跨性别者 是变性人 所以我就把你招进来 那我的效率和我的功能怎么办呢 所以你不要看我这儿白的个米饭似的 像这样的人 高学历 文科生 这个白人男性新教徒这样的人 这是美国的价值观的核心 只有这些人是怀着巨大的热忱 去保卫美国的价值观 所以你说 在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之间 你说让我怎么选 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不能胡来打 所以你们打官司 我可以赔你钱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不会改的 这其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现状 但是最近我读了一本书 这本叫多样性团队 它里面就分析了中央情报局 我突然发现 刚才我描述的那个两难选择 不是怎么选的问题 是那个选择题本身出错了 因为中央情报局通过精挑细选 把白人男性新教徒 这些人给选出来 它的后果不是政治不成全 而是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完蛋 为什么这么说能力完蛋 证据 证据是911 今年正好是91120周年 那是一个全人类的惨剧 就是几辆飞机 炸到纽约的世贸大厦 然后瞬间 2000条人命灰飞烟灭 这是20年前的一场悲剧 当然美国人民当时也是懵了 懵完了之后 当时还并不知道本拉登 但是所有人齐刷刷的 极度愤怒的那个眼光 看向了谁 中央情报局啊 干什么吃的 方宗这么多恐怖分子 在如此周密的策划下 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大组织的策划 很显然策划的周期非常长 一点风吹草动你都没有 所以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确实也很令人沮丧 你比如说 就在911发生前几个星期 就有一个 突尼斯 加入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飞行学校 要学驾驶 先进的飞机 就他进校的时候 所有教练都觉得这人太古怪了 看着就好像有问题 首先学费全部是用现进交的 然后到了那个场合呢 也不关心别的 到训练场上只关心那个飞机门怎么开 然后反复打听纽约上空的路线图 这教练说这人肯定有问题 然后飞行学校报了警 然后也把他押到警察局去了 警察局也把他审了 审完了还搜查了他的宿舍 然后觉得没问题 就给放了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911发生前的大概两三周 不只是这么一件事啊 就事后的调查呢 把根刨出来一看 在过去的911策划的五六年间 像这样的信号 那是像瀑布一样的能够发现出来 包括本拉登本人 本拉登是一个著名的反美分子 在911发生前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 还给他住在叙利亚的妈 打了一电话 这两天你老人家看着点新闻啊 那个要发生大事 发生大事之后呢 我可能要跟你断绝联系一段时间 没关系放心 这么一通电话 而且这通电话中央情报局还截获了 居然就没分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那中央情报局可能也能解释这件事 因为你想那是美国嘛 美国多大 美国多招人狠 所以那么多信号 你事后看很多 但在事前看 那是淹没在信号的噪音海洋中呢 但问题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 大家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称之为叫认知黑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调查人员突然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结构 911事件 911事件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这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是根本不可能被发现 为什么 因为他几乎就没有懂阿拉伯民族 懂伊斯兰教的人 就这么简单 你对本拉登那伙人到底在干什么 他给你发的所有的信号 你是视若无睹的 我在这只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1996年前 本拉登就录了一个视频 这视频叫我要向美国人宣战 这视频呢 是他戴着那个头巾 胡子拉叉 然后在一个山洞里拍的 好 假设你是美国中情局的官员 你会怎么看待这个录像 你肯定会觉得 这恐怖分子太穷了 在山洞里待着 你是个好恐怖分子 你怎么不得有量坦克 所以在中情局的那个恐怖分子 危险度的排序当中 这个在山洞中 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迹象的录像带 虽然向美国狂吠对吧 但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被关注的那个信息的优先级 就被排得极底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 真的懂伊斯兰教的人 看了这个录像带 他是不会做这样的判断 为什么 因为本拉登通过这个录像带 是要暗示 暗示什么 暗示这是先知的方式 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面 留下来自己的重要的几个觉悟的时刻 就是在山洞里 事后才知道 本拉登根本不是没钱 他是富商子弟 他不是因为穷去了山洞 是因为他要刻意的向全世界展现 他和先知之间的那种传承关系 而这个文化信号 因为你里面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被丢掉了 就这么简单 你解读不出来 包括本拉登在此后的几年过程中 因为他也要组建队伍 他做了大量的事情 比如说动不动就赢一些诗歌 这个诗歌你现在 你翻译成英文一看 这是什么狗屁 但是如果你懂阿拉伯文 你熟悉古兰经 你就会知道 那是先知的口吻 所以我们是事后看才知道 本拉登是一个天才般的古动家 天才般的战略设计家 是用最容易被他的那个文化群落 识别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形象 当然他只有一个人 他也没有多少钱 但是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符号 迅速在他身边 就开始集结了大量的人和大量的钱 所以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理解了 就中央情报局这个时候缺什么 缺一个重要的东西 叫内部视角 就是你没有在那群人当中 你根本看到的就全是噪音 所有的信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 而因为中央情报局 他筛选人的方式 是靠一个单一的 所谓的他们认为的 那个能力指标把人筛出来的 所以这样一些凌乱的 分布式的 可以遍布在人类文明各个角落 来通过各种视角 来观察一个现象的能力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把自己 净化的一杆二斤 一点都没有 那如果在一个陌生场合 你遇到一个人 跟你谈你们行业的事 你是不是几句话就知道 这个人是内行还是不是内行 很容易判断 虽然我真要追问你 为啥你做这个判断呢 可能你也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 但是就是这个味道 你闻得出来 他用术语的方式 他看待问题那个关注的特定的角度 这真是稍微隔行就隔山 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刺激的体验 我有一次跟一个北大考古系的朋友 到他们那个考古现场 他指给我看 那你看这是什么墓 这很明显就是什么墓 我这怎么就明显是个墓了 你外行你真就看不出来 对吧 包括我们中国人到各种旅游景点 尤其是大溶洞 对吧 那个导游一打水 你看朱伯介娶媳妇 怎么就朱伯介娶媳妇了 这个是需要大量的 共同的文化背景 内部视角 你才能够识别的 我才能够会心一笑的 所以这就在我们 看待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组织 这些企业 我们挑人 挑人嘛 肯定是我挑我顺眼的 我挑更像我的 我挑将来成长起来也更像我的 所以作为一个组织 他真的有能力 把自己变成 一个多样化的团队吗 那我就想通过他 我能够尽